空翻蛙 我是战国导游月翔兵长 我是竹芯片之助 欢迎来到月翔的战国浅度旅行 关于第29集穿越伊赫 还有第30集的许多历史事件 这一次统合在一集的影片来做讲解 为了不要拖时间 最后再让兵长来郑重道歉 兵长 关于这一次大和剧的穿越伊赫事件 他们真的是兵分三路来逃难吗 关于家康得知本人是自变的时间点 在这一次的大和剧 是家康人还在戒的时候 茶屋四郎次郎一路跑马拉松 跑到戒去跟家康通风报信 这个是比较偏向信长公记里面的记录 在石川中种流书里面 则是说家康一行人 已经从戒出发 要往京都的路上 在现在大阪府的北边 快要进入京都府的边境 家康才听说了本人是自变的情报 这时候家康身边只有30几个随从 如果碰上光秀的军队 可以说是必死无疑 所以一行人决定赶快逃回三河 在大和剧里面 茶屋四郎次郎 他在戒就已经原地解散了 但是在江户时代的资料 大多都是说 茶屋四郎次郎在路上大撒币 沿途买通许多地方势力 大家才能顺利抵达伊赫 可能这一次是为了要凸显福部半仗他们的功劳 所以才让茶屋四郎次郎提前退场吧 另外就是雪山没雪 他在戒就已经跟家康分道扬镳这件事情 这应该也算是大和剧的改编 关于穿越伊赫的路线 目前主要有三加一 总共四条路线的说法 这一次的大和剧采用的是前三条路线 把第四条路线当作彩蛋来使用 关于三条路线 第一天的内容其实都大同小异 都是家康跟雪山没雪 听说本能四肢变发生之后 决定赶快回家逃难 雪山没雪 他刻意跟家康保持距离 结果走在前面的家康 顺利通过京都南边的宇治田园 走在后面的雪山没雪 却被一魁给杀害了 虽然大和剧没有说 但是这边其实用了第四条路线的梗 有一说认为家康没有穿越伊赫 而是从奈良南边绕一大圈 才去伊氏搭船 可是如果采用这个设定的话 就没有办法引发穿越伊赫事件了 所以在这一次大和剧的路线图 有先画一个很奇怪的闪电形 绕远路绕到大和国附近 然后突然转向往北走 应该就是来自第四条路线的典故 我还以为是福福半丈迷路了 颜贵正传 除了大和剧当彩蛋所使用的第四条路线 大和路穿越缩之外 我们来讲讲其他三条路线吧 第一天6月2日的行程都一样 家康一行人跑了快52公里 从借跑到宇治田园 晚上在多罗伟光郡他儿子的宅邸里里面过夜 是为了怕影响剧情 所以大和剧没有讲这件事 在大和剧的剧情里面 第二天九井中赤跟石川鼠镇 决定走其他路线 这一段剧情有稍微调整时间顺序 石川中种留书记载 家康在这一天跑了24公里 晚上在多罗伟光郡的小川城过夜 也就是在剧情里面 贾赫忍者拿一堆食物去诱惑德川家康那一段 不过贾赫当地的乡土史学家 向乐珍喜先生发表新说 他认为家康第二天不是去小川城过夜 而是在贾赫境内的庙福寺过夜 所以这一次大和剧里面才会安排 让石川鼠镇说自己在佛寺洗澡这件事吧 第三天的6月4号有各种说法 第一种就像是剧情一样 多罗伟光郡提议大家换上三幅的衣服 从贾赫走过去的说法 另外还有走阴岭穿过伊赫的说法 大和剧采用的是 家康走御灾岭的说法 这个说法来自江户时代 德川家编撰的江户时纪 所以这一次的大和剧剧情 让他们分兵走三条路线 其实是为了反映 目前历史考证的几种主流说法 最后在6月4号 家康一行人抵达伊赫白子兵 然后搭船返回山河 冰长 感觉这一集历史考剧还蛮用心的嘛 那么雪山美雪 他是志愿去当家康的引武者吗 当然啦 以雪山美雪的身份 他不会志愿去帮家康党死 这单纯是虚构设定 以剧情铺城来说嘛 勉强可以接受 为什么要说勉强呢 因为大和剧原先让雪山美雪 去认同赖民说的慈爱东国大联盟 但是赖民因为这件事情而死了 所以雪山美雪可能多少有感到愧疚吧 冰长在网路上面看到一个说法 认为雪山美雪 这个时候是家康的家成 所以他这一次想要当忠臣 可是这个说法 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雪山美雪 他在这个时候 不是家康的家成 而是知田信长的家成 所以从知田信长的角度来看 家康跟雪山美雪 其实是相同等级 只是两个人的领地有差异 家康是拥有三国领地的大名 雪山美雪 是甲斐国和内郡的国种 为什么网路上会有人误认 雪山美雪是家康的家成呢 因为信长让雪山美雪 担任家康的羽利 这个是要打仗的时候 雪山美雪得要去听 家康的指挥跟调度 但是雪山美雪 对自己的领地保有独立权 所以严格来说 他不是家康的家成 关于羽利跟家成的分别 我们之后会专门 做一集影片跟大家讲解 冰长你不要模仿老高 关于福布伴仗 是不是真的带领德川家康 穿越伊赫 还有本多正姓回归的这件事情 老实说 目前都缺乏有力史料能够证明 藤年达生先生认为 关于穿越伊赫事件 当代的史料都没有提到福布伴仗 是因为在江户时代的 第八代将军德川集中 他重用了伊赫人 担任御庭藩众 所以才有这些福布伴仗 千辛万苦带领家康 穿越伊赫的故事 是用来抬高伊赫人的地位 关于本多正姓回归的时间点 其实也是众说纷纭 有本多正姓在解川之战就回来的说法 也有本多正姓在穿越伊赫事件回来的说法 关于贾赫人跟伊赫人的关系 军长之前有做一个影片 虽然里面不小心把多罗伟光骏的名字给念反了 有兴趣的人欢迎点来看看吧 因为这一集主要是以穿越伊赫事件为主 剧情用了很多史料 编排也蛮顺畅的 三年孝之饰演的福布伴仗 还有松山炎依饰演的本多正姓都登场了 娱乐效果完全不用担心 而且女大薯的造型 其实好像有点像新桃太郎 在第29集 只有一件事情冰长真的觉得不满意 那就是明治光秀的人物设定 在NHK的官网上面 说光秀他到底是旧时代的破坏者 还是新时代的开拓者呢 乍看之下 好像是一个很有深度的角色吧 但是整个大合剧 没有讲光秀的理念到底是什么 他最后只是一个 一心想要抱老鼠冤的小物臭角色 就算是发动本能四肢变之后 光秀也没有要开拓新时代 只是不断强调 要把小白兔煮来吃烤来吃 特别是为了要强调光秀跟家康的差别 竟然让光秀在死前大喊 我不是光秀 我不是光秀 斗争剧要拍得好看 我方跟敌方都要用心描写才行 这一次把光秀 这么重要的历史人物 写得跟个丑角一样 虽然九相方演得很好 但是这个人物设定 兵长真的感觉很差劲 而且话说未来 家康前几集还找村姑 要当赖民的替死鬼 现在变成要杀就杀我 放过其他人吧 的人均大德 只能说剧情需要剧情需要 我们下学期好好加油 冰长连没有名字的村姑你都记得 你真的很爱记恨 好啦 那么第三十集的剧情 这一集发生很多事情 首先 冰长要跟大家郑重道歉 说好8月8号要更新的 搞到8月13号才在更新 但是冰长不懂得怎么洗稿 没有办法快速产出影片脚本 冰长真的废话很多 关于第三十集 我跟本多宗盛有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家康回到三合之后 不立刻发兵攻打明治光秀啊 其实德川家康在6月4号那天 回到刚期之后 隔天6月5号 他就发布命令 要加成整军准备讨伐明治光秀 但是在6月14号 德川家康才带兵出阵 也就是在大和剧里面 本多宗盛抱怨拖了10天这件事情 在这一次的剧情里面 家康说他要把战略目标 先放在甲匪、信农跟上野 其实这个设定 有一点移花接木只说一半 家康回到三合之后 他一方面调派军队要去打光秀 一般来说 下令出阵的准备时间 要花上10到15天左右 所以家康10天之后 才出兵去打明治光秀 虽然稍微慢了一点点 还算是在合理范围之内 一方面他派人去接管 雪山没雪的领地 这个时候的甲匪国 是由芝田信长的手下 何高秀龙在管理的 家康这个时候 没办法明目张胆 去并吞何高秀龙管理的甲匪国 家康派了自己的手下 去甲匪找何高秀龙 说德川愿意帮忙维护治安 只是家康在6月14号出兵 6月15听到光秀被打败的消息 他还是继续往伪装前进 在6月17号进驻京岛 一直到6月19号 他确认光秀已经死了 他才正式决定率军返回山河 在家康出兵 要去攻打光秀的途中 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个是负责治理甲匪的何高秀龙 觉得家康不安好心 搞不好表面上要帮忙 其实是想要搞被刺 在6月18号发生了一魁 何高秀龙被一魁军给杀害了 隔天6月19号负责治理上野的双川一役 在神流川之战被北条军给打爆了 既然贾匪的何高秀龙死了 上野的双川一役 北信龙的生长可跑了 那么家康去并吞这些地方 严格来说就不算背叛之田了 所以德川家康是在这个时间点 才正式转换路线 决定要去吃贾匪信龙跟上野 这一次的大和剧则是省略的家康 其实有带兵前往伟章 要去打明治光秀这件事情 把家康决定要吃贾匪信龙 上野的这个时间点往前挪 兵长 为什么大和剧要这样调整 搞得好像家康专门讲反话 说要杀信长也没杀 说要杀光秀为信长报仇也没动作 当然啦 家康带兵进入伟章 到底是真的准备要打明治光秀 还是要做做样子 其实私底下派人暗算和靠秀龙 老实说这一点没办法判断 但是大和剧省略了家康 有要出兵攻打明治光秀 可能是要圆一个设定 在大和剧里面 家康跟他的家臣团 对秀吉抱持很强的敌意 但是在历史的记录上面 其实这个时候家康跟秀吉的关系 应该不差 因为从时间点来看 家康在6月26回到兵松城 决定要出兵攻打 贾匪信农上野 隔天6月27号发生了清虚会议 决定让信长的嫡孙 三法师继承家业 更重要的是 决定如何分配 芝田信长留下的庞大领地 对这时候的秀吉来说 贾匪信农上野 隔这么远 他现在也吃不到 对家康来说 清虚会议分配的领地 也没有家康的份 所以这两个人当下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最优先 家康正式出兵要打贾匪信农上野之前 他有先透过秀吉得到 芝田家众成团的同意 目前有留下秀吉写给家康的回信 里面说 既然贾匪信农上野的芝田家守将都不在了 你可以派兵进驻没关系 即使这两个人未来会发生利益冲突 那也是未来的事情 最起码在清虚会议的时间点 家康跟他的家臣没有理由去恨秀吉 顶多就是防备秀吉而已 冰长 这一集好多历史事件 看得我都头昏了 这一次的第三十集 包含许多历史事件 包含了清虚会议 家康跟北条争夺领地的天正人武之乱 甄田昌信从北条跳槽到德川 再跳槽到上山 所以这一次只能挑跟主剧情有关的事情 简单来说 如果大家想用阅读故事的方式 了解本人世之变之后的局势变化 推荐大家可以参考看看远竹文化 这一次新教编修版的德川家康小说 现在上下半套都已经发售了 无论你是喜欢增长精装的纸本书 或者是喜欢随身阅读的电子书都有 各大平台都有优惠折扣价 如果是买纸本书的话 还有赠品双面收纳拉链带 详细的情报我们放在置顶留言处 记得参考看看哦 言归正传 清虚会议的时间点是1582年的6月底 阿世致敬的时间是1583年的4月底 中间隔了10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一次的剧情要从双祖线来讲 加康线的事件主要是加康跟北条家 他们在抢贾匪、信农跟上野 加康他从雪山没雪的领地开始起跑 一路往贾匪然后再往信农进攻 北条家呢打赢神流川之战 赶跑双川一翼之后 顺势从上野入侵北信农 但是这个时候北信农已经被上三家吃掉了 所以北条决定往南绕 想跟加康争夺贾匪 也就是在剧情里面 本多郑姓建议在黑居抵挡北条的那场战争 加康能够挡住北条 除了在战场上获胜之外 其实也是因为加康还挖了北条的墙角 把真田昌信挖到自己的阵营底下 德川加康跟北条对峙了两个多月 双方都觉得累了 北条呢一直想要统治整个关东 所以决定把上野让给北条 贾匪跟南信农交给加康去处理 如果加康想把北信农给吃掉 就自己想办法去打赢上三 但是加康在这个时候 擅自把真田家在上野的领地 划给了北条 这件事情让真田昌信非常火大 未来真田昌信会跟德川加康 杠上好几次 所以大和剧这一次有稍微提这件事情 另一方面 秀吉那条主线则是财田圣家 跟知田信孝结盟 双方争夺知田家成团扛霸子的地位 秀吉在12月趁着大雪 把知田信孝给痛殴一顿 算准了财田圣家这个时候没办法出兵救援 然后在隔年的4月21日 秀吉跟财田圣家打了剑阅之战 三年后4月24日 财田圣家跟阿世致敬身亡 兵长 我看大和剧 还以为这两场战争间隔很近呢 原来中间隔了四个月啊 为什么加康不去帮阿世呢 其实就像本多真信说的一样 财田圣家跟秀吉的战争 那只是知田家成团内部的内战 德川家在旁边旁观就好了 其实秀吉趁着大雪打赢知田信孝之后 德川家康就已经表态要站在秀吉阵营了 目前有留下家康写给秀吉的信 里面先恭喜知田信雄跟秀吉他们打赢了知田信孝 还说接下来如果要打仗的话 记得喊我一声 我家康会出兵去助阵 另外在贾匪还有男性农 有很多地方势力需要安抚 所以从一月到四月 阿世苦苦等待家康的这段时间 家康其实忙着跟地方势力打交道 除非家康喜欢挑战困难模式 不然家康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 跳下去帮财田圣家跟阿世 他没跟秀吉一起落井下石就不错了 所以阿世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哦 为什么这次大合剧要改成家康仇士秀吉 然后他很想要帮阿世啊 当然这是剧情脉络的需要咯 因为一开始他铺成了小阿世喜欢家康 如果这个时候依照史实 让家康跳出来去加入秀吉跟知田信雄的阵营 剧情就很难继续演下去了 而且啦这算是一个小岔路 最后还是会被历史之力给修正回来 所以兵长觉得这个修改倒是还好 只是这一次大合剧把所有的剧情都往家康身上拉 知田信常重视家康 阿世暗恋家康 明治光秀想杀家康 就连秀吉一开始都觉得是家康发动了本能四肢变 这样会让这些战国人物的形象变得很刻板 战国大名他们为了求生存跟求利益 今天的朋友可以是明天的敌人 他们的行为模式是先讲利益 有余地的时候才想感情 所以才会有知田信常 伊达正宗他们为了维持政权 不惜杀掉自己的亲生弟弟这种历史悲剧 但是这一次的大合剧反过来 先讲感情再讲利益 甚至不讲利益也没关系 而且还要让每个重点人物都跟家康有关系 所以最后才会演变书光秀在本能四肢变之后 正式不干一心只想要猎兔子 血山没血不用去管自己的老婆小孩跟领地 愿意跳出来帮家康挡死 好歹让家康事后说一句 血山家就交给我吧 这种话来源吧 甚至还演变出前景长正 柴田圣家 阿世都被秀吉给灭了 但是茶茶恨的人不是秀吉 而是恨得川家康 更夸张的是 茶茶的妹妹 阿江跟阿初 还说 我们的爸爸会不会是得川家康啊 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要放这种台词进来 老实说这两集的剧情安排比之前顺畅很多 白鸟预计年纪这么轻 能把茶茶演得这么好 真的很了不起 如果没有这些强要的台词 跟莫名其妙的设定的话 兵长觉得这一次的少女版茶茶 应该能成为这十年的典范吧 老实说这一次的收视率跌破时 兵长真的是觉得很可惜啊 明明剧情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但还是有一些小东西破坏大家观影的体验 希望未来能够有修正 好了 那么这一节内容就到此为止咯 月祥的战国浅度旅行 我们下次再见咯